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新闻 那如何解读它成为了香港媒体在过去两天里面的最主要的内容 而香港媒体挺乖巧的 他重点还是放在好梁振英不竞选连任了 然后又突然出来好几个有想法的 和谁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机会 说法不一 而因为在星期日的时候 那香港1200人的小圈子的名单选举呢 在星期日将要完成 所以也成为了泛民主派人士们 大家所关注的焦点 就不希望下一个也跟这个梁振英一样 所以几乎方向打在了叶刘淑仪身上 但是呢 在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非常快的登了一篇文章 认为 作为被中央属役的人 被中央愿意接受的人 应该只有一个人选 绝对不能出现在2012年时 当时的唐英年与梁振英共同竞选的过程 所以在他们认为 很可能会出现出人意表的结果 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 那另外一个媒体就提到 今天在台面上站出来这些人 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成的 恐怕会另有他人 也就是说 今天的中央可能会另选他人 但谁是中央 这也是成了问题 因为在有关香港问题时 出面的最高的中共领导人就是张德江 而就在星期六 在梁振英表明自己 已经不去参选的情况下 星期六他们按照计划 出现在一个公共场合环境中 应该是一个经贸的这么一个环境中 而按照计划 中联办的张晓明 应该出现在 同样出现在一个这样的经贸场合当中 在过去的两年里 张晓明跟梁振英夫妇都参加了同样 同一个活动 可是呢 在昨天的活动中 在活动将开始前一个小时 那主会的人被通知呢 张晓明不出席 由另外副职出现 那在我看来 完全验证了 在这之前我跟大家分析的情况 不是梁振英出事 是整个港澳办出事了 而被先被下手的 就是梁振英 因为时间上很简单 时间上是因为 1200人的选举团 要在今天产生 那对梁振英的结果 将直接影响 就是他们会相互作用 为了能够产生 更不被干扰的 1200人的选举团 所以才强迫梁振英 在星期五明确表示不参选 梁振英不参选 将意味着今天 1200人的选举团 这个队伍同样会出现变化 而梁振英不参选 不是针对他个人 而是针对整体 梁振英 张晓明 王光雅 张德江 曾庆红 当针对整体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张晓明 恐怕已经被剥夺权力 才会出现同一个场面 也就是说 张晓明出事了 梁振英完蛋了 张晓明出事了 那王光雅只是一个传递消息的人 但王光雅传递的是习近平的消息 还是张德江的消息 那就另外一回事 而在过程中 提到的中央 没人提这是张德江的主意 而却传言成习近平的主意 那也就跟我们昨天跟大家分析的情况 类似 所以张晓明失踪 是一个标志 张晓明突然缺席 他本该出席的一个工商年会的话 表明 我昨天 前天跟大家分析的状况 是一样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今天另外的一个消息 川普 川普在一个场合中突然明确讲 我们为什么要受一个中国的政策的约束 那这可是川普说的 那一个政策是1979年 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 一直坚守的政策 走到了今天 那川普先跟蔡英文通话 那今天突然说 为什么坚守一个中国的政策 表明 川普与蔡英文的通话 绝不是台湾的小动作 而是川普真的想把自己成为第二个里根 推翻中国共产党 他的存在是埋葬中国共产党 因为这真的是对等的 他触碰了今天中国大陆的底线 一个中国的底线 那将意味着 今天习近平必须做出选择 他不去坚守一个中国的政策 那今天的中国还在谈什么 九二共识 美国人开始不接受了 哦 这绝对是一个大场面 我说绝对一大场面 很多朋友说 涛哥这回高兴 共产党崩溃在即 天灭中共就是这个 很多朋友就不理解 上天看不着天 下地看不着地狱 只知道自己的利益和欲望 在我的眼睛里就是个愚蠢的人 那与此同时呢 耿惠昌 我们在昨天节目中提到 而耿惠昌呢 看来是这一揽子 习近平在六中全会之后 一揽子守法当中的之一 斩杀整个国安体系 国安体系却是 曾庆红下了心思培养出来 那耿惠昌被揭示出新的内容是说 他类似于当年的令计划 表面服从于胡锦涛 实际却置胡锦涛的所有的秘密 为自己的囊中之物 那国安体系可以设立很多的监察 监管机构 偷听监视 所有这些手段 他都可以用上 而他所掌控的人 都是专业培训处出来的 北京外交学院出来的 所以都是专业间谍 专业特务 那利用国家的 这种特别的 怎么说政策和手段 去监视这个国家的领袖 那耿惠昌 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而为谁服务呢 为曾庆红和江泽民服务 那耿惠昌的角色 被披露出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与此同时 昨天披露出一个消息 彭明 是个民运的人士 在国内被监禁12年了 而再次之前被判无期徒刑 结果彭明在监狱突然死亡 在突然死亡的背景之下 昨天传出 他的大脑和他的心脏 被强行摘取 他的大脑和他的心脏 被强行摘取 而早已商定好的 有关彭明的这个 仪式 就是最后送病的仪式 那遭到了彭明海外的家属们的拒绝 因为没人解释 为什么 什么原因 强摘了彭明的大脑和心脏 而发出来的声明呢 就是与活摘器官的概念相通 而这件事情 却以聂树斌的案子 前后脚出现 那在我们看来 强摘死刑犯器官 强摘良心犯器官 在今天 在现在发生了 而我们在节目中说了 活摘法轮学院器官的这件事情 是压死中共的最后一棵稻草 可是彭明的这件事情的发生 却发生在习近平的管制的今天 那到底背后的黑手和阴谋是什么 是非常有趣的 大家看到了聂树斌 聂树斌的案子 打击国安体系 打击政法委体系 那耿惠昌是国安体系 徐永岳是国安体系 马剑张岳都是国安体系 而另外一条线 打击梁振英 打击张晓明 上面直冲曾庆红 这是乱港四人帮的体系 而国安和港澳办 都是曾庆红手中的东西 而国安体系当中很大的罪恶 随着聂树兵的案子出来 是活摘器官 活摘死刑犯器官 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大家都在讨论的背景之下 那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案子 彭明却在这个时候 被强摘走器官 故意激起国际社会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故意激起民愤 为什么这么做 而这个概念 这个罪恶一定放在习近平头上 而在这个恰当口上 川普却突然说 为什么要坚持一中政策 我们可以放弃 我们可以不顾及一中政策 那将触及到 逼得习近平今天毫无退路 要收听收看这期节目呢 请大家订阅石头Ready 再见 在2016年的节目当中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说法 就是2016 是命运和灵魂的一年 这命运的概念 明确表明是人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无力抗争的场面 川普今天获胜 就是一种命运的概念 在全世界的西方社会的精英的眼睛中 和他们的思考中 根本无法接受这种现实的出现 包括CNN 纽约时报 包括德国的诸多媒体 都无法面对现实 从而在过程中发表了太多的文章 直接在打击抨击川普的本身 那命运就是命运 川普获胜 这就是现实 而同样在现实的环境中 我们看到了另外的场面 那就是习近平在他自己主政的 能够控制的环境中 以他的方式在拼命的 怎么说呢 拼命的与命运的抗争 在争取命运中的时间 可是川普又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要放弃意中的原则 他不希望被意中的原则 所干扰 所束缚 成为了今天世界各大媒体当中的 突发式的新闻 因为现在是周末 那也就逼退的 逼得习近平毫无退路 这同样是命运 川普获选是命运 而川普的所作所为呢 针对其他的国家和其他领导人 同样是命运的概念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说 在这种命运的背景之下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思考 命运与灵魂与生命之间的关系 因为面对命运的一切 太多的人如何选择 这是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 你对生命认识的基点的 一种绝对的考验 那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外面正在下雪 看见一个男人 白人在雪中的溜弯走过去 那让我很感触的是 这个人在我 我住的这个地方 住了不少年了 可是在过去的时间里呢 只要我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我都会看到这个男人 沿着同一个方向 在走着同一条路 溜弯 而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他跟太太溜弯 年龄看起来都有六十几岁了 后来呢 大概几年前 两三年前吧 我发现呢 只剩他一个人 大家没有打过招呼 没有说过话 但太太在过去的时间里 一直跟他一起溜弯 后来就消失了 那我今天看到的 依然是他个人的 一个人的身影 并没有增加第二个人 并没有他的太太消失 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消失了 人的一生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几年来 他都是在这个时间 自然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如果我在家的话 那他的走步的方式 身体的方式 那表现出来的方式 都是一样 那你能看到什么 生命的无奈 随着时间的流失 无论你是谁 该走的自然走掉 无法留下 而留下的人呢 不过是重复了自己习惯 重复的事情 自己习惯重复的事情 是自己认可的 自己认为这是最对的 在过程中 无论是出于身体的健康 出于长寿 出于喜好 出于任何理由 他都无法摆脱 命运对他的安排 我觉得这就是现实了 而命运的一切 正是让人们去思考 我们生命的由来 就是到底是为什么 对吧 财富 你拥有的一切 都会顺眼即逝的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 一直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理念 就像看了个笑话 也不是笑话了 登了这么一圈短文 说有一个一对老夫妇啊 钻石婚 我忘了钻石婚 是不是70年呢 是60年 反正就是钻石婚了 钻石婚呢 大家就庆祝老人了 那在庆祝老人的会上呢 后来这个主持人就问这个老太太 说你们俩钻石婚 这个事不多啊 现在环境也不多 说你在你的眼睛里 问老太太 在你的眼睛里 你的老伴有没有缺点 这老太太说 哎呀 你问这问题 他缺点多的就像这天上的繁星 数也数不清 这个 主持人也乐了说 天上的繁星 数也数不清 这事难道他就一生中 你们伴随这么多年 就没有一点优点吗 他还说有一点 有一个 就像太阳一样 就这么一个 有那么一个优点 那主持人就不明白了 说你看 缺点多如繁星 优点就像太阳 就这么一个 那你为什么还能坚持 跟他相守了这么多年 老太太说 说这很简单的 太阳一出来 天上的繁星 无论有多少 全都不见了 大家伙都落了 那大家伙也为老太 这一份表达呢 是一种犹新的感悟 生命就是这样 太多的朋友 想把别人变成自己 所以在自己的眼睛中 那无论自己多亲近的人 他有太多的缺点 他的缺点 无外乎是跟自己的习惯 不相同 对吧 但命运就是命运 在现实生活中 真正吸引自己的 真正能够生命中 珍惜生命之间关系的 如果他是一个明白的人 他就知道 就因为这一点 这一点的出现 可以把所有的缺点 全都给掩盖 那我只要这一点就行 这就是一个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 我觉得这种生命理解和认识 是来自于对人的 对自己的 对别人的 对彼此关系的这种理解 他的理解取决于生命的认识 生命的境界 取决于在现实生活中 人对利益和欲望的认识 与对道德与境界的认识 所以他自然就会探讨到 人的信仰 人的灵魂和人的生 死 到底生命的过程 是为了什么 所以夫妻之间 老人之间 不是他相互得到 而是共同走过这生命的过程 而这生命的过程的本身 缺点以优点 这是现实人的欲望的表现 欲望向的一种相互的需求 与相互的排斥 可是真正生命的内在的含义 当他遵循生命的理念 珍惜生命的缘分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太阳 那人的生命的过程 才被赋予了意义 而这一份含义 往往是最简单 最持久 它的持久 是因为它不会伴随着 时间的流失 而被遗忘 要想收听这期节目 请您订阅时钞radio 再见